HELLO 大家今天過得好嗎? 我是小玲 歡迎來到小玲LINS LIVE的YouTube頻道 那一樣在我們影片直播開始前 你看我現在已經在開始拆手錶了 現在時間是幾點呢? 現在是2021年的1月6號的12點28分 12點28分 中午12點28分 今天是個很特別的日子 今天是什麼日子呢? 今天是小玲我的生日 沒錯 1月6號就是我的生日 我是摩羯座的 至於我幾歲呢 大家就在影片底下留言來告訴我 猜猜看是幾歲啊 猜對了 我會在底下留言給你 猜不對我也會留言給你啊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 一起來祝我生日快樂喔 所以今天中午呢 吃生日嘛 我想說今天我生日想說吃個 我平常比較少吃的東西 而且我也很喜歡 就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 我應該有兩年沒有吃這間了 這間是什麼呢? 把它拿高一點給大家看 將將將將 猜得出來是什麼嗎? 沒錯 就是我們的 摩斯伯格 摩斯漢堡 OK 我今天點的是珍珠寶系列 然後這個是 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我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 這個是可樂 可樂果 豬排可樂果 然後 它有一些碎屑掉下來 把它處理一下 好 然後還有什麼呢? 還有 豬排可樂果 然後還有一些 薯條的一個套餐 薯條加雞塊 這邊是薯條 OK 來吃一口 嗯 嗯 好吃 好吃 因為摩斯漢堡是日系的 所以我們 不知不覺就講出一個日文的感覺 好 還有餐巾紙 然後還有 摩斯的糖醋醬 等一下來試看看 這是摩斯的糖醋醬 我們等一下來試看看 好不好吃 OK 還有摩斯的 番茄醬 摩斯的番茄醬 我們來試看看摩斯的番茄醬好不好吃 今天生日好開心喔 好 這是摩斯的珍珠寶 打開來讓大家看一下好了 等我一下喔 這有點 特別 它的那個 它包的那個紙啊 它是 比較精緻的耶 包漢堡的紙 它不會像那個 麥當勞或肯德基那個紙很薄 它這個紙很厚 給大家看一下 摩斯漢堡 長什麼樣子啊 喔 還蠻大片的耶 摩斯漢堡 好 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中午吃的珍珠摩斯 珍珠寶 給大家看一下喔 有點 有點難用 我給大家看一下 順便拍一下那個縮圖照 給大家看一下五秒鐘 好 來 一 二 三 四 五 好 這是我們的摩斯漢堡的 珍珠寶 牛肉珍珠寶 我吃的是牛肉口味的 我們馬上來吃看看 喔 有什麼呢 有洋蔥 生菜 蛋 然後牛肉 還有它的米飯堡 就是他們珍珠寶 米飯堡跟珍珠寶 有什麼不同 我不太知道 大家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常吃摩斯的話 大家喜不喜歡吃摩斯呢 你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先吃第一口 嗯 嗯 好吃耶 我先講一下口感 很像在吃牛肉丼飯 因為它的漢堡皮是米飯 嗯 好吃好吃 還不錯 對 而且 很像在吃牛肉丼飯 又有吃得到菜 又吃得到 又吃得到蛋 我們給它近一點看 它的橫切面 裡面是洋蔥牛肉 醬汁蛋 還有 那個生菜 又還有米飯 就看 感覺很像在吃牛肉丼飯的感覺 好 嗯 好吃耶 很多人都說 摩斯漢堡大概是素食裡面 最健康的素食 我個人也是這麼覺得 你吃 嗯 觀眾也這麼覺得嗎 我們看影片的朋友們 你覺得摩斯漢堡是很健康的素食的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喔 好吃耶 真的好吃 但是摩斯漢堡也是素食裡面呢 CP值可以說是比較沒有那麼高的 因為比較貴 健康嘛 所以比較偏貴 我點了這個 米飯的珍珠寶 牛肉米飯珍珠寶 然後再加薯條和那個 薯條和雞塊的套餐 然後再額外再點了一個可樂果 還配上一杯大杯的冰紅茶 這樣子的一個set 大概是230塊 230塊在麥當勞可以吃很飽很飽 可是在摩斯我覺得也可以吃很飽 可是偏貴一點點啊 因為麥當勞大概100塊就可以吃吃了吧 100或115左右 對 好 那我們先喝一下很多人推薦的摩斯冰紅茶 他現在也是改用舊口杯了 他沒有附吸管 所有的素食業都是這樣子 那天去肯德基的時候 我點了一杯飲料 沒有吃套餐 我只是想喝飲料而已 我點了一個好像紅茶還是可 欸是紅茶 不是汽水吧 他沒有給我舊口杯 他是給我一個蓋子 他說你要喝要把它打開來 把蓋子打開來直接這樣喝 我覺得KFC這點好像還沒有跟上麥當勞 可能要加油一點 嗯 他這個紅茶好喝欸 他這個紅茶 不會太甜 有點類似古早味紅茶的感覺 對還不錯 喔 我發現新大陸了 這個紅茶 摩斯的紅茶怪不得很大 很多人都推摩斯的紅茶 欸真的很好喝欸 再喝一口 超好喝好幸福喔 1月6號生日這天喝到這個 摩斯紅茶我真的很開心 好我繼續吃 嗯 越吃越幸福 不知道大家去日本玩有沒有吃過日本的摩斯 我是沒有啦 所以大家如果吃過日本的摩斯 再吃台灣的摩斯 有什麼不同的也可以在影片底下跟我們分享一下喔 吃飯的時候還是不要講話好了 好我們先把漢堡放一邊 現在來吃看看 現在來吃看看薯條 我一直在抽衛生紙有點浪費 好 我們現在先來吃看看薯條 然後擠一下 這是摩斯的番茄醬 好我們來把它擠出來看看 顏色如何 好 然後 生日這天 因為我最近齁 我最近在做一個減重的一個計畫 然後我覺得今天 今天生日我如果還要繼續減重 我覺得有點痛苦 因為我每天都有在運動 每天大概跑兩到三公里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可能還是會運動 但是我今天跑步可能要跑到四公里到五公里 因為我今天吃到 雖然摩斯很健康 可是我覺得還是速食熱量較高 所以我還是會去跑 可能跑步的時候我比較多跑 我平常跑兩公里到三公里 我今天可能跑四到五公里 對 然後小林我現在的體重有點重 小林我現在是73.6公斤 180公分 所以這個BMI還是OK 可是我沒有辦法接受我肚子裡的那團 肥肉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真的要剪一下 我希望我的目標是 這一個半月到過年前 我可以就是瘦個一到兩公斤 現在是73.6公斤 我希望到過年前可以變成72.6公斤 或者是71.6公斤 對 好 所以我現在還在吃素食 我是不是 沒有辦法達成 大家可以在影片底下幫我集氣加油 好這是摩斯漢堡 我把它折一半 不是漢堡 薯條我講錯了 好我們來沾一下這個醬 好我們來吃看看囉 它薯條是比較粗的 比較紮實的 咬下來是很有口感的 很有嚼勁的 分量很夠 番茄醬偏甜 偏甜 跟麥當勞比起來偏甜 麥當勞已經很甜了 它再甜一點點 對 薯條我比較喜歡摩斯的 麥當勞薯條是脆 可是摩斯的薯條是扎實 我個人是這麼覺得 好 來看 把糖醋醬 摩斯的糖醋醬 我把摩斯的糖醬 拆開來看一下 這糖醋醬要怎麼拆 好拆開來了 可以可以可以 好 好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摩斯的糖醋醬 給的偏少喔 是 是覺得它用料比較 比較多 比較真材實料嗎 它給的偏少耶 好 摩斯的雞塊 給大家看一下外型 目前在我心中 最好吃的雞塊 還是麥當勞雞塊 我們看一下摩斯 摩斯的雞塊 有沒有辦法打敗麥當勞雞塊 我覺得糖醋醬還是麥當勞雞 摩斯的糖醋醬吃起來 不像糖醋醬耶 喔 它的糖醋醬寫的叫酸甜醬 可是 我吃到的比較偏酸 比較沒有偏甜 我覺得麥當勞雞 贏很多 可是每個人口感都不一樣啦 或許這是我的口感 你覺得摩斯的糖醋醬好吃嗎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跟麥當勞比較起來的話 嗯 雞塊的感覺我覺得 整體的口感跟麥當勞 差不了多少 麥當勞偏脆 摩斯的偏軟嫩 對 好 那我們把這邊試吃完以後 我們再來試一下 先再喝一口紅茶 我覺得他們的紅茶 讓我喝起來好幸福喔 怎麼會這樣 這大概是我目前喝這個紅茶 速食店的紅茶裡面最好喝的一款 他甚至可以成為首搖杯的紅茶的大概 在Top3 第一名目前在 我覺得摩斯可以當第一名的 他跟那個 可不可 我心目中排名第一名的紅茶 是可不可 他幾乎可以跟 可不可並駕齊驅了 你知道嗎 摩斯紅茶 真的很好喝 你進去摩斯 沒有點餐 你點這個大杯紅茶 真的超值 我個人覺得 非常推薦 很久沒有讓我喝到這麼好喝的紅茶了 對 開心 好 然後我們再來吃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這是豬排可樂果 我看起來在那時候在摩斯點餐的時候 覺得這個看起來好像很好吃耶 吃看看 給大家近一點看 酥脆的這個炸液 裡面是馬鈴薯青菜豬肉 豬肉是有點肉末的感覺 這個好吃 完勝 完勝麥當勒薯餅 但是不能比啊 薯餅裡面就只有馬鈴薯也沒有料 很棒 大推 他吃下去外皮是酥脆 裡面是很軟的馬鈴薯 包覆著肉和青菜 然後你吃得到馬鈴薯的鮮甜和豬肉的這個 那個juicy的感覺 我個人是覺得 這一個 這一個馬鈴薯 馬鈴薯豬肉可樂果 我很推薦大家來買 對 我沒有接受摩斯的業配 但是我個人很推薦 這個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講三遍 好啦 OK 那 我們看一下 好的 好的 那新的 好的那影片大概也差不多了 那我等一下會繼續把我的餐點吃完 我現在來取一下我的心願 生日心願 我生日的第一個願望是 希望大家 我的觀眾們 我的朋友們 我的家人們 所有我愛的人 和愛我的人們 身體健康 新的一年 身體健康平平安安 沒有什麼事情比這個更重要 對 那第二個是 我自己實行 希望我今年的頻道 能夠破五萬訂閱 OK 我現在的訂閱數是兩萬五吧 我希望能再成長一半 再就是 再成長一倍 就是 打了一個格 不好意思 就是五萬訂閱 這是我真切的希望 當然我自己也要很努力 光是希望也不行 好第三個心願 好不能講出來 好那就這樣 那這樣子囉 謝謝大家 那今天是我的生日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 祝我生日快樂 感謝大家收看 那我們下一次的影片見 每天都會發布新影片 然後呢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在影片底下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留言 分享這個影片 給你所有的朋友 好那就先這樣子囉 祝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我們下次見 掰掰